我什么都明白 想借刀杀人是吧 你基本上我就能弄死你 你以为用说 我就一了百了了吗 不要忘了你的家人 还在军统的控制之内 他们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而你 也将会背负更大的权柄 我现在就回到北平区 向董团长申名此时 在我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前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的家人 大少爷 大少爷 怎么了 汪姑娘 大少爷 我写的信你帮我寄出去了没有 沈连长那个信呀 只有收信地址 没有寄信地址 我这信不知道往哪儿寄呀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汪姑娘 你别着急 我写给我弟弟的信啊 他应该是收到了 他肯定会告诉沈连长 包括你弟弟 那二少爷回信了吗 信我还没有收到 过去快了吧 不行 我等不及了 我要去天津找他们 你这么着急啊 我能不急吗 这都过去多少天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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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行不行 我这几天正好要去趟天津 去会见几个生意的朋友 我们想把 在东北药材的生意啊 转到天津去 我正好可以陪你一起去 那你今天去行吗 不是 你一天都等不及啊 如果你非要明天去 那我今天就自己先去 行吧 那就今天 我马上安排人去买票 谢谢大少爷 是 死到临头了 你倒真沉得住气 也不吵 也不闹 可我以前见过 我爹地的那些手下 还真有些不一样 脑袋掉了碗大了疤 你爹要杀我 随于他的病 你真的不怕死啊 我十五岁就开始 在鬼子的腔下讨生活 如果怕死 早饿死了吧 那我爹地要真的 把你给杀了 你就不觉得冤枉吗 不冤枉 我只觉得自己没本事 还真是没心眼 不是你没本事 依我看 就是你结拜的那两个哥哥 太不留情面了 何东明是个聪明人 他以前在马头帮待过 知道我爹地的脾气 也知道没有完成 我爹地吩咐的任务 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想要告诉你 他明明知道你会因为 玩不成任务 而被我爹地杀掉 却还是要选择和你作对 是他故意要害死你的 那天只要他放弃 烧毁日本人的那些货 你不仅不会死 还会受到我爹地的奖励 这些以他何东明的脑子 想必心知肚焖 但他还是不肯成权你 你这话倒挺有意思啊 都把我给绕晕了 怎么说我汪照兰 也算是条汉子吧 事没办成 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怎么能怨这个怨那个呢 你对他们两个人 就没有一点恨吗 当然恨 可是一码归一码 我恨他们不是因为这件事 再说了 小鬼子那批货 本来就是害人的蛮人 烧了也活该 要怪就怪你爹 不应该派我去保护他们 是你自己答应要去的 那是为了了结 跟何东明之间的恩怨 如今胜负已分 我杀不了他 我认了他 我认识他 如果你现在后悔了 我可以帮你 到我爹地面前去求情 或许他还能留我 谢谢 用不着 姓汪的 你知不知道 在我们码头帮 有多少人犯了错 想求我在我爹地面前 说一句好话 我都没有答应过 现在我主动要来帮你 你还不领情 别让我跟他们比 他们不配 好啊 既然你这么有骨气 我就让我爹地 好好教训教训 我看你还能傲到什么时候 请编分 请编分 何大哥这一仗 打得真是漂亮 不光灭了他们的威风 还引起他们的内讧 这仗打得 真吞娘的纸啊 贾叔弟 何大哥 听说汪赵兰被张世瑶下了大狱 厉害啊 汪赵兰被张世瑶关进了大牢 对啊 怎么了 何兄弟 是吗 是吗 天大哥 汪兆兰是做了很多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那都是因为他对我有很深的误解 我想 如果我跟他解释清楚这个误会的话 他一定会对他自己所做下的事情非常后悔的 后悔有什么用 他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 别这么说 关小泰 那你打算怎么办 汪兆兰是我的三弟 他现在误入击土 如果我丢下他不管 真的被张士雅给杀了的话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 我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给救出来 爹地 按您的吩咐呢 我已经去探过汪兆兰的底了 看来他还真的是无能为力 并不是要有意去帮助何东明 跟我想得差不多 那爹地是想要 你觉得汪兆兰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我觉得 可以先惩罚他一顿 以后呢 就让他乖乖地待在码头边 恩威病师 向来都是爹地最爱用的手段 这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哎呀 这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丢了这么多货 不是一句尽力就能够交代的 那爹地的意思是 恐怕只能到级别了 你要杀了他 不杀他怎么向日本人交代 怎么 你舍不得 怎么会呢 他不过就是个矛头小子 不懂情理还狂妄自大 死了就死了呗 那就死吧 王姑娘 到了 大少爷 这就是天津的 对啊 这就是天津 这天津离北平 好像也没合理 本来就是嘛 平津平津 两个城市是挨着的 你看那俩人 长得好奇怪啊 鼻子那么大 他们是外国人 外国人 这长得也不像小鬼子呀 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呢 他们呀 应该是欧洲人 我在报社听说过 法国大革命 对 他们应该是法国人 走吧 沈大哥 沈大哥 真的是你 二比展姐 压不了 王姑娘 这儿人多 这样 这样不好 沈连长 好巧啊 刚到天津就碰到了你 是 何兄弟 真挺巧的 对 你们这么跑到天津来了 我在北平给你写了信 又不知道往哪儿寄 等不及了就来找你了 刚好 何大少爷要来天津谈生意 就答应陪我一起来了 沈连长 你 你要去哪儿啊 我等下一趟火车回北平 回北平 你在天津的任务完成了 来 来 来 那 你这 我爹爹还有二少爷 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怎么了 说话呀 沈连长 你要是不赶时间的话 我们找个地方 满满水 我这个 哎呀 走吧 走吧 那行 那咱们就在附近找一个地方 好吗 好啊 走吧 走 走 什么 我爹爹跟小鬼子搅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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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二少爷又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你们可是他的结拜哥哥 我们兄弟三个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 那你现在带我找他去 这个臭小子 真是反了他了 沈连长 那我弟弟怎么样了 东明他很好 没事 那你为什么要回北平 我不管你们三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家梁 你别忘了 你们三个可是结拜过的生死弟兄 你现在要是一走了之 是不是从此以后 你就没他们两个兄弟了 我知道 我 赵辉妹子 你误会了 我真的是有其他的事情 对 你是大盲人 军统特务嘛 赵辉 你先别激动啊 史连长可能是真的有记忆的任务 我真的一直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回到北平去 看你的意思 你可以留下来 我刚才真的是在犹豫 但是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来找自己的弟弟 那我索性就不走了 这才像我的沈大哥 其实 火车已经开了 那沈连长想走也走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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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今天晚上玩得真开心 就是那个舞我跳得太差了 没有了 你已经跳得很好了 我这身衣服 跟今天的这个环境都不搭的 我要不是喝了几杯酒 我倒不敢下午吃的 我记得你一直有一个服装师帮你搭衣服的 怎么 你给他辞了吗 他自己走了 为什么 别提了 走了就走了呗 混蛋一个 好了 我回家了 拜拜 好吧 拜拜 我回家了 我回家了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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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我打晕了 何东明 你要干什么呀 张小姐 你别误会 我不是来伤害你的 那你想干什么 我三弟被你爹给抓了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想救你三弟呀 谁 只怕他不肯领你的亲 我的三弟我了解 只要我见到他 我们一定能解释清楚 我凭什么帮你啊 我凭什么帮你啊 你别忘了 以前是你赴了我 再说了 现在我们两个人 处在两个对立的帮派 我也没有理由帮你 是 张小姐 这算是我欠你的 我一定会还 还 怎么还 你们这些男人 就只会怀眼巧遇 用到别人的时候 什么承诺都可想 可用完之后呢 甩手就走 一点成绩也没有 我告诉你 我已经被你骗了一次了 就绝对不会让你 再骗第二次了 对不起 张小姐 那看来 你是不肯帮我的忙了 是的 再见 张小姐 都这么晚了 你的司机一时半会儿 也醒不来 再说了 你喝了这么多酒 肚子一定饿了吧 那边有个馄饨摊 我请你吃碗馄饨吧 我请你吃碗馄饨 客官 这是您三位的房间 早点休息 不打扰了 好 这不用付钱啊 这家客栈 跟我们家有长期的合作来往 每年年年底啊 结一次站就可以了 早点休息 我不累 我想出去走走 我弟弟 现在住的地方离这儿远吗 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看看他 离得挺远的 而且就算现在过去 也未必能看到人 这样 王姑娘 您好好休息一晚上 明天我陪你去 好 早点休息 来 还真挺好吃的啊 我从小到大 从来都没有想过会在这种地方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好 因为你是千金大小姐 平常出入的都是大酒楼 怎么有机会接触到这种小吃呢 但是有句话说道 人间有味是清欢 最淳朴的东西 其实才是最好的 你还没想过 张小姐 我觉得 你是一个孤独的人 虽然你是码头帮帮主的女儿 平时前呼后拥 那么多人围着你 巴结你 但是我觉得你的内心并不开心 因为这帮人不是你真正的朋友 你没法跟他们说心里话 你出去天天买醉 是想用外表的开心来掩饰内心的孤独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以前跟你是一样的人 我在北平的时候 我也是个大少爷 平常跟一帮狐朋狗友 胡吃喊塞到处来混 可是后来 我渐气迷失了 我不知道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 过到什么时候才是个道路 我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在哪儿 直到后来 我碰到了我大哥还有我三弟 程小姐 通过前段时间跟你的接触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其实你挺善良的 你是一个有见识 有胆破 爱憎分明的人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 你一定能够理解我和我三弟之间的兄弟情谊 我和我三弟是从死人队里爬出来的 我们曾经发过誓 要做一辈子的兄弟 我们的兄弟情谊是由鲜血换来的 所以 哪怕牺牲我自己的生命 我也要把我的三弟给救出来 你能理解吗 我可以帮你 但是我不敢肯定 我爹地会不会放了你三弟 只要你劝服你爹 暂时不要杀我三弟就行 我尽力吧 谢谢 我也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要再来一碗馄饨 老板 再来一碗馄饨 再来一碗馄饨 咱们吃完饭就能去找我弟弟了吧 我吃完之后我先去见两个朋友 就不陪你们了 咱们晚点见 行 你忙你的 有沈大哥陪我就行 沈大哥 你怎么一脸心事的样子 咱们还是先去找我二弟跟他商量一下 再去找三弟吧 为什么呀 你是害怕了吗 你要是不敢去 我就自己去 我们三兄弟之间的事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之前合伙的大少爷一直在 我没有办法跟你说 东明在多伦的时候 就已经加入落空城了 后来我们三兄弟 在那场遭遇战中失散 二弟接到上级委派给他的 一个营救人物 潜入小鬼子的牢房 但是却发现 里面关着的三弟 二弟当时面临暴露的危险 对了 张天雷那个人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在同盟军他就没少祸害你们 他早就已经投日了 他为了逼二弟暴露 就想了一个搜主 让二弟当着他的面 枪杀三弟 那何兄弟他开枪了吗 他一个都选了 那他也不能为了自己保命 朝自己兄弟开枪啊 他那一枪根本没有打中要害 纯属演戏给别人看的 二弟这一招不仅化解了自己的危机 也救了三弟一条命 可当时二弟根本没有机会 跟三弟解释这件事情 暗中派去寻找三弟的人 发现了三弟扔在地上的馒头 那个馒头里面有一张纸条 那张纸条就是解释整件事情的 可惜三弟根本没有看到 或许在三弟看来 二弟是为了自保才要枪杀他 当我们得知三弟追到天津以后 一直想找机会跟三弟解释这件事情 可是阴差阳错误 都没能解释这 那你是他们大哥 你去替他们解释 别说话 跟我走了 王姑娘 谢谢你 别动 万一再有别人怎么办 就这样 你接受吧 其实我一直也在犹豫 幸亏二弟够机智 对我使了一招激将计 否则的话 不仅没能解决二弟跟三弟之间的 矛盾 我们也反不成仇 真没想到 你们兄弟三个之间的情况 这么复杂 是啊 我们三个人现在不仅有 政治立场上的严重对比 又夹杂又个人感情的恩怨 前几天我们又爆发了一场冲突 三弟被码头帮给利用 帮着小鬼子运送毒品 而我跟二弟又要毁断那壁货 所以我们三兄弟又一次地拔枪相陷 我这弟弟也太昏了吧 就算你们兄弟三个之间有什么误会和恩怨 那他也应该私下解决 竟然去投靠小鬼子 没出息 照你这么说 我就更应该现在去找他 让他滚出那什么码头帮 我还就不信 他连我这姐姐的话都不听 汪姑娘 咱们还是先去跟我二弟商量一下吧 二弟对三弟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 咱们俩这样贸然去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行 那就听你的 走 放心吧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就交给你了 谢谢了 没问题 交给我 你放心 大少爷 走啊 好 走 哥哥 我给你马来新的鲜花 好漂亮的百合 嗯 放那儿吧 好 我给大家去找个花瓶吧 你不是喜欢玫瑰吗 怎么换成百合了 我想换完心情 玫瑰太艳丽了 不适合我现在的心情 也是 百合弹哑 让人更有亲近感 其实你不用每天来看我 我在这儿挺好的 况且 你也不会放我出去 有什么好担心的 码头帮着张帮主 约我谈一些合作的事情 想请你跟我一起去 请我干什么 你忘了 你是日中亲善事者 代表满洲政府 他们理应进一些地主之谊吗 可是你们谈的事情 我不感兴趣 我坐在那儿 会很无聊 不会 张帮主是个有心的人 我跟他说了 你这些日子不是很开心 他就盛情邀请你 再说 他有一个女儿一直想见见你 那 我考虑一下吧 好 我们订到今天晚上 我希望你能去 爹地 喂 穆涵 这下着雨呢 你怎么在外面坐着呀 雨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怎么今天没出去啊 心情不好 哪儿也不想去 是不是何东明又惹你了 昨天晚上 我遇到他了 以后出去 多带些人保护你 爹地 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人 对我也没有任何恶意 那是还没到时候 我倒是觉得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懂我 最理解我的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立场不同 非要分到扬镳的话 那该有多好 我现在想知道 他昨晚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 我们俩只是聊聊天啊 不可能这么简单 要不然你怎么心情不好啊 他还说了一些 一些关于汪照兰的事 这才是他找你的真正目的 他是不是让我放了他 他让你杀了他 他说了 作为兄弟 他宁可看到他死 也不愿意看到他变成现在这样 他们两个人 曾经都是在同一个战壕上打鬼子的 如今这个汪照兰里 却接入了咱们的马头帮 帮着日本人做事 是汉奸 一派胡言 爹地 爹地 他还说想跟你见一遍 他要见我 他要见我 为什么 他没说 如果你不想见他 我可以告诉他 让我琢磨琢磨 告诉陈管家 留那小子一鸣 是 你 今天晚上我约了黑鸟先生 他会带一位满洲国的格格过来 咱们府上 我想让你去陪陪他 毕竟你们女孩在一起 有话说 格格 那我倒真要见见 大哥 二弟 孔姑娘 二少爷 什么时候来的 我跟你哥一块来的 刚好他来天津谈点生意 那我哥呢 他先会朋友去了 说是晚点来找你 来 坐下说吧 本来 我是想跟沈大哥 先去码头帮找我弟弟的 可沈大哥说先来跟你商量一下 我就跟他过来了 二少爷 二少爷 你知道我弟弟现在什么情况吗 怎么回事啊 王姑娘 三弟 已经被张水耀关进了私牢 什么 我弟弟被关进了大牢 是码头帮私设的牢房 不过 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 那我们赶紧去啊 还等什么呢 王姑娘 你先别着急 听二弟把话说完 王姑娘 码头帮守卫三爷 如果直接闯进去救人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过你放心 昨天晚上我已经约见了 张世耀的女儿 让她说服她父亲 暂时留住三弟的性命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日本人那边 我也已经托付蓝芯 稳住黑鸟技巧 等待机会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把三弟救出来 我听说 张世耀派起 保护我们后部的人 为首叫汪赵兰 对 先生应该认识这个人 在北平的时候 就是他领人袭击了煤矿 盗走了鸦片 后来又跟着何东明 一起袭击了樱花社 果然是的 张世耀是怎么认识他的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汪赵兰跟何东明 是一伙的 难道是排进 新码头旁的卧底 有这个可能 这个张世耀也算是老江湖了 怎么会犯这么低级错误 这么轻易受骗 他准备怎么处置这个人 听说因为办事不力 被关进了张府的私了 具体怎么处置 现在还没有消息 打电话过去 让张世耀马上把这个汪赵兰人 把这个汪赵兰人都给我送过来 汪赵兰不能死 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汪赵兰还不能死 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关于何东明 关于何东明的一些东西 你跟何东明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得由我说了算 这个汪赵兰 暴地带着何东明什么东西 可以告诉我吗 我得见到他 亲口问他才行 不过你放心 就几句话而已 或许到时候 不过我真的可以忘了何东明 我真的可以忘了何东明 是 我说过 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我都会尽量满足 我说到做到 老爷 黑鸟先生和格格已经到了 请 黑鸟先生一路辛苦 张帮主真是太客气了 张帮主 虽然我们之前 并没有什么私交 但石飞鸟先生 跟张帮主可是老朋友 如今我代替石飞鸟先生 掌管天津方面的事务 那你我自然也就是朋友 朋友之间太客套 就显得距离远了 哪里有什么客套啊 不就是吃个家常便饭 再说这顿饭 主要是欢迎 我们美丽的蓝星哥哥 张帮主 您太客气了 好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的女儿 莫涵 张小姐好 黑鸟先生好 蓝星哥哥好 张小姐您好 果然是豪门前进 气质高贵殿雅 谢谢黑鸟先生 行了 都别站着说了 快请坐 请 请 陈光姐 你去安排一下饭菜 好 我真没想到 蓝星姑娘竟然也是那么一个人 刚一听说你死了 立马就找了别人 我在北平就看她跟那个小鬼子在一起 当时把我给气的呀 我 我就是没带枪 要不然我非要一枪崩了那小鬼子 蓝星姑娘 还是个火爆脾气 黄姑娘还是个火爆脾气 你知道那个小鬼子 她是谁吗 我管她是谁呢 只要是小鬼子 我看见就想蹦着她 赵慧姑娘 我来告诉你这个人是谁 她叫黑鸟技巧 强行霸占二地加煤矿的这个人就是她 日本特务 职务很高度 她来到这边就是接替施肥员 统领天津特务事宜的 日本特务 那还不赶紧杀了她 像这样的人是杀不完蛋 咱们杀一个 他们还会再判一个 而且 她手里面的情报是最重要的 在她对我们还有用之前 我们不想轻易动她 我说的是何兄弟 何兄弟 你就能看着你喜欢的人跟别人鬼混在一起 还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么晃来晃去的 你能受得了啊 黄姑娘 你误会蓝芯了 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当然 她有她的苦衷 她的苦 我知道 我还是不理解 那你们直接把那小鬼子给杀了 把蓝芯姑娘抢回来不就行了 蓝芯姑娘现在是终日亲山大使 代表的是魏满皇室 我猜蓝芯姑娘留在黑鸟集桥身边 或许还有其他的用意吧 我也就是瞎操心 只要何兄弟能受得了就行 我现在就想知道 我怎么才能把我弟弟给救出来呀 王姑娘 Jack 少安无测 来 喝咖啡都凉了 蓝星哥哥 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晚餐 您还满意吗 谢谢张帮主的盛卿款待 非常满意 那就好 莫涵 我跟黑鸟先生有事要谈 你带蓝星哥哥在府上转转 好的 爹地 蓝星哥哥 这边请 张帮主 我想知道 对于上次护送我方货物不利 致使几千金货物被毁 你是怎么处理的 黑鸟先让误怪 这件事情我确实有责任 虽然后我被毁 不能全怪你 但有些责任你是退不掉的 毕竟那是价值几十万的后 更是我军事计划的一部分 就这么毁了 我很难不做任何追究 更没有办法在港村先生那儿交代 这个我自然知道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失职的地方自然由我来承担 但是我不希望就因为这件事 影响我们以后的合作 我扬不老 这个答案是最重要的 可追究之前错误所造成的责任 也同样的重要 因为很难说会不会有发生相同的事情 我们只有看到张帮主对待失误的态度和诚意 才能确定我们的合作会不会继续下去 我已经把上司派书记的人全部问罪了 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黑娘先生 我听说为首的是一个叫汪兆兰的 对啊 现在关在牢中 张帮主有所不知啊 这个汪兆兰曾经屡次跟我作对 他跟何东民也是相交甚好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派他去阻止何东民 听黑鸟先生的意思 你也认识汪兆兰 但是我知道汪兆兰跟何东民是结败的兄弟 是因为何东民做了些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一心想要刺杀何东民 这才是我派他的出因 这么说 他跟何东民分道扬镳了 张帮主 张帮主 你有没有想过 该不会他们是离音外合 在你面前尝一出苦肉鸡吧 这个我敢肯定 他不会 蓝鲜格格 过来 带你参观一下我的衣橱 这件是我在法国的时候买的 怎么样 还不错吧 这件和这件 是我在美国的时候经朋友介绍买的 说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设计师 就这一件 五百美金 张小姐不愧是身在豪门 但这件些漂亮的衣服 已经让蓝鲜眼花缭乱了 我